大家好,我是夏妈 今天用玉米和鸡蛋来分享一个美食 也是面食 用来当年饮食,煮食都可以 喜欢的,大家可以试一下 新鲜玉米切出玉米粒 放入料理机里面 打入两个鸡蛋 再加入250毫升的纯牛奶 再用料理机磨成玉米浆 加入酵母粉5克 泡辣粉2克 给它搅拌均匀 再分次倒入到普通面粉里面 搅拌成面絮状 再加入一汤勺的食用油 揉成光滑的面团 盖住保鲜膜,饧翻两倍大小 发酵好的面团 给它放到案板上面 记得抹油,防止粘连 给它按开 用擀面杖擀薄 再用刀切成小块 这里形状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再给它抖开 油温5-6成热 放入面剂 从小火慢慢的炸 直到全部浮起来 再加入一小块黄糖 同样能是用小火给它融化 直到这个面剂上面 全部裹上一个糖浆就可以了 再撒一点芝麻 天气呢 可以做一些面食的小零食放在家里 小孩子吃也特别的方便 因为里面是发酵的 空心的 糖浆的话呢 预冷它会变硬 所以的话呢 就形成了外面比较酥脆 里面松软 口感非常不错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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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